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杀身 偷盗 邪淫 骗人 你去伤害世界任何一个东西 那你就伤害到你自己 不但不要伤害 各位不要对这个世界 生起一个占有欲 贪 贪心 如果你去贪这个世界 那你就会变成贫穷 你这个眼睛好色 眼睛长得不好看 眼睛就像火在烧很饥渴 好色的眼睛 所以如果你贪财 那你就永远觉得贫穷 所以你要懂得去帮助别人 护持三宝 帮助众生 那你就得到了金钱的福报 你这个嘴巴 捏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就能够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嘴巴 你要发愿 从今天开始 永远讲真实语 永远讲柔软好听的语言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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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讲一些对众生有帮助的话 进一步呢 为众生念一下 念佛 诵经 持咒 劝人 学佛 相信英国 那各位你要开始 转变你自己 所以除了消极的 我们不骂人 不骗人 积极的 我们劝人 学佛 大家下午还要念 地藏经 一个人念地藏经 就不可思议了 这么多人念地藏经 那就有很多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超度了 就有很多天人 发菩提心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到天上 为他的母亲 讲了地藏经 让世间所有的大神明 天上的天神 了解了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所以而发起了 帮助所有父母子女 离苦得乐的大愿 所以他就是希望 我们每个人 都懂得这种缘起 无我 只能互相帮助 千万不要互相伤害 只能互相的亲近 而不要互相的贪欲 占有